五一警示点27个居冠 黄伟哲怒杠观光局 台南跟你有仇吗 11个警点里面台南市占3个 而且那3个根本就 是有点是像乱枪打鸟的选择 继台南市关子岭 乌山投水库 以及虎头皮 三个风景区 在清明廉价被中央列为警示警点之后 在4天就五一廉价 1968APP又亮起红灯 在交通部匡列的全台234个警点中 台南市就占了27个 不仅是全国之冠 还比清明廉价多了24个警示点 台南市长黄伟哲再度开炮 黄伟哲不知炮打中央 还点名交通部长 林交通部长曾经讲说 要缩小这个细胞警示的范围 结果中央公布的这个APP里面 在230个里面 台南市占了27个 真的是让我们台南市 努力再拼防疫又拼观光的人 情何以堪 黄伟哲批中央狂列台南的警示警点 每天只有小猫几只 被列为疫情传播热点是无名化 反之一1968APP资料筛选的详实性 台北市的人潮聚集点只有4个 台南市有27个 你骗鬼啊谁才相信 这根本就是乱讲 我们已经例行许多售票的景点实名制了 我们已经例行保持这个社交距离了 我们已经要严格要求在观光景点都要戴口罩了 也要勤洗手了 那还要我们怎么样做 这时候中央动辄就 动辄就在喊狼来了 结果狼都没有来 狼也没有来 狼也没有来 人也没有来 痛苦总回过去的 非常时期只能相认为防疫了 地方中心台南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